不业黄素免吞胶囊。 最新研究,每周吃一颗鸡蛋降46%盐病风险。 周周吃鸡蛋就可能有助护眼。 2019年3月登载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,Clinical Nutrition。 一项由澳洲雪梨大学等机构进行的研究指出,吃鸡蛋可能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,Age-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, AMD,风险。 该研究针对3000多名49岁以上男女,吃鸡蛋频率与罹患AMD的几率进行为期15年的追踪调查,结果发现每周吃2至4颗鸡蛋的组别,比起每周吃不到一颗鸡蛋的组别。 15年后罹患AMD的几率降低了49%,而且不一定要吃到4颗,只要每周吃超过一个以上,就能降低约46%风险。 美国艳光协会,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,提供之资讯也指出,鸡蛋富含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。 而且包括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的研究在内,有许多医学证据指出,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降低AMD风险,还有可能改善AMD患者、白内障患者以及健康者的势力。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复射医院眼科陈宁山主任也曾在文章中指出,深绿色植物也有丰富的叶黄素,但是玉米黄素相对较低,同时也有生物可利用率较低的缺点。 而蛋黄同时拥有丰富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芯,以及高出绿色蔬菜数倍之多的生物可利用率,是相当优秀的护盐好食,建议天天吃一颗鸡蛋,并以蒸煮等较清淡的方式食用为宜。 周周周吃鸡蛋就可能有助护盐。 2019年3月登载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Clinical Nutrition 一项由澳洲雪梨大学等机构进行的研究指出,吃鸡蛋可能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,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, AMD,风险。 该研究针对3000多名49岁以上男女,吃鸡蛋频率与罹患AMD的几率进行为期15年的追踪调查,结果发现每周吃2至4颗鸡蛋的组别,比起每周吃不到一颗鸡蛋的组别。 15年后罹患AMD的几率降低了49%,而且不一定要吃到4颗,只要每周吃超过一个以上,就能降低约46%风险。 美国艳光协会,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,提供之资讯也指出,鸡蛋富含叶黄素,玉米黄素。 而且包括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的研究在内,有许多医学证据指出,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降低AMD风险,还有可能改善AMD患者、白内障患者以及健康者的势力。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复射医院眼科陈宁山主任也曾在文章中指出,深绿色植物也有丰富的叶黄素,但是玉米黄素相对较低,同时也有生物可利用率较低的缺点。 而蛋黄同时拥有丰富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芯,以及高出绿色蔬菜数倍之多的生物可利用率,是相当优秀的护盐好食,建议天天吃一颗鸡蛋,并以蒸煮等较清淡的方式食用为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